位于美国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 是福音步道者德怀特·莱曼穆迪 在1886年创办的一所神学院 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神学教育受到严峻考验的这个世代里 他依旧坚守着根据圣经的话语 来培育成熟的基督工人 这正是他的创始人穆迪 当年设立这所学校的心愿 说起穆迪 有人称他是超级的步道家 而这位与众不同的步道家 没有读过心理学 人类学 生理学 或者哲学等等的学科 甚至连所谓的神学也没有读过 穆迪只勤读一本书 就是圣经 对他来说 圣经比世界上任何的书都更加宝贵 他每天早上四点左右起床 起来之后首先读圣经 穆迪每次传道 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听 全是因为他把圣经彻底的通读 经读细读过 并且把神的话语实行出来 有一次穆迪在芝加哥城 举行一个星期的步道会 第一晚是在星期一 通常那天很难邀请人来参加聚会 但是没有想到 当晚连家庭主妇都放下手边的工作 或者快快把家务事做完 带着圣经来聚会了 在第一晚 穆迪讲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他连续六天都讲这节经文 到了第七天的晚上 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 他还会讲些什么 穆迪当晚的开场白事 我的朋友们 我整天都想找一节新的经文来讲 但是我找不到更好的 结果整个星期 他根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讲了七篇道 他把神的爱非常彻底地讲解明白 使人不再疑惑 也因此引领了许多人归信主耶稣 穆迪除了热爱读圣经和讲解圣经 他还十分积极地抢救灵魂 他走遍英美各大城市 曾经向超过一亿人传福音 穆迪引发起来的复兴之火 燃烧了大西洋的两岸 不过他却从来不以大步道家自居 曾经有人问穆迪 有多少人因为听他讲道而得到救恩 他回答说 我完全不知道 感谢神我也不必知道 因为我并不负责保管羔羊的生命策 还有人说 跟穆迪在一起不用多久 就会只想到基督 而不再想到穆迪 他总是把自己隐藏在基督里面 他正是做到了 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所写的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穆迪被神重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他对神完全顺服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他的顺服说 穆迪有280磅 他把每一磅都献给了神 虽然是一句玩笑话 却是非常生动的描写 表示大家都看得出来 他已将自己的所有全献给主了 穆迪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 而神也是毫无保留的重用他和赐福给他 在神赐给他的许多福气里面 包括赐给他一位同心同工的妻子爱玛 他们是在年轻时一起教主日学而培养的感情 后来穆迪一直都很看重主日学 每到主日他就骑着马到大街上去 烧呼孩子们来听他讲圣经故事 最多的时候有上千孩子来参与 穆迪到了晚年 更是不遗余力的创立了穆迪圣经学院 为主造就了上万的天国人才 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许多人每天花很多时间去收听 收看和传递没完没了的资讯 可能基督徒也受到影响 忙于世俗的资讯 而疏于读圣经和为基督做见证 但愿目的生平的榜样像景中一样提醒我们 是该重新调整的时候了 主耶稣曾经说过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主耶曾经宣告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祈求主帮助我们 多花心思在神永存的话语上 也多带领人认识唯一的救主 耶稣基督 祝福我 的